原来妙英的心头好,竟然是那不起眼的窝窝头啊。 这天,妙英左右开弓,一手窝头,一手苹果, 小脑袋像波浪鼓似的摇摆不定,显然在纠结先吃哪个。 经过好一番思量,最后还是选择了心爱的窝头。 又有一次,妙英正悠然自得的戏脚蔓延着她的窝窝头, 冷不防奶妈凑过来说想尝尝。 妙英迟一片刻,还是把窝头递了过去, 小眼神滴溜溜乱转,心里暗存。 这娘们应该只是说说吧。 我可就客气一下,她不会真的一口咬下去吧。 索性奶妈及时收口,说不吃了。 妙英文言立马收回小手,撒鸭子就跑,生怕奶妈反悔。 还有一次,妙英一时兴起, 挽起了不锈钢盆,踢得框框作响。 玩得正欢的妙英没留意到, 这动静已经把隔壁的飞云给吵醒了。 飞云带着点起床气, 一副要揍人的架势, 接着发出了一声汽笛般的怒吼。 妙英一听,立马变乖,背对着飞云, 紧紧抱着盆,一动也不敢动, 仿佛在说,不是我,真的不是我, 是金虎踢的盆。 别看妙英长得一副高冷模样, 实际上比金虎还要莽撞。 网上至今还流传着她玩滑踢三次撞头的糗事。 妙英以标准的滑踢姿势一滑到底, 然后接近实实地撞到了门上。 她不服气,立刻再来一次, 结果脑袋又是嗡嗡作响。 妙英不信邪,第三次尝试, 这次终于把自己给撞服了。 只是这段黑历史一直由金虎背锅, 毕竟这种事更符合金虎的性格。 尽管妙英对金虎不感冒, 但她对飞云却是情有独钟, 可以说是飞云的小迷妹。 有天飞云心情不好, 躺在木架上独自发呆。 妙英健壮,拿起抱枕疯狂舞动, 试图斗了飞云。 她一边摇一边观察飞云的反应, 可惜飞云觉得她太吵, 一怒之下,踢飞了木架上的小黄鸭以示警告。 妙英健壮,顿时愣住了。 而且,你别看妙英长得娇滴滴的, 她的声音跟金虎比起来可是粗犷多了。 有天奶妈在跟妙英说话, 隔壁的金虎听不下去了, 非要插嘴刷存再胆。 结果妙英只是不耐烦地哼了一声, 就算回应了。 即便奶妈再次询问她的意见, 她也只是敷衍地应付几句。 据奶妈透露, 妙英平时经常自言自语, 如果全说出来的话, 估计比金虎还要牢叨呢。 哎呀, 原来你是这样的妙英啊。 。